嘿,我是金本真一 今天我要给你分享Mac里必备的8个工具应用 我要推荐给你的第一款应用是一个播放器 叫做IINI或者INN 这款播放器可以说是目前Mac上最好用的播放器 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好评如潮 除了支持播放所有的视频和音频文件之外 那它的使用体验上也是相当的人性化 比如说按左键头后退5秒 按右键头前进5秒 按空格暂停播放 按Command S是截图 如果你选择了带字幕的电影 还可以在这里选择字幕 如果没有字幕还可以在线搜索字幕 你还可以对它进行自定义的设置 比如说按Command加S截图的时候复制到剪贴板 比如说更改一下外观 当然还有最重要的 你可以设置为默认的播放器 第二款工具是一款非常良心的解压缩软件 叫做The Unchiver 它能良心到什么程度呢 首先它支持很多Mac不支持的压缩格式 最重要的是 当你在使用它解压缩的时候 全程就像Mac自带的软件一样 全程无广告无打染 当它完成解压缩工作之后 自动退出 真所谓试料浮沉去深藏公寓名 那我要推荐给你的第三款软件是一款Mac里的窗口管理软件 叫做Rectangle 推荐上快捷键可以高效的进行分屏操作 比如说左右分屏上下分屏 把窗口最大化显示 我要推荐给你的第四款工具是通讯柠檬 它是一款系统清理工具 你可以理解成是PC端的通讯电脑管家 但是它要比通讯电脑管家良心很多 你可以用它来清理垃圾 查找大文件 卸载软件 设置启动项 还可以用它来把一些系统指标显示在状态栏里 第五款工具是一款防休眠的应用 叫做Unphetamine 正文名叫做安他飞命 有了它以后 偶尔我们需要不让Mac休眠的时候 就可以打开安他飞命 然后按住Ctrl键 单击这个图标 小药丸的标志从红像变成正像 那这时候就开启了防休眠的功能 当我们需要关闭防休眠功能的时候 只要再按住Ctrl键去单击它 变成红像的 或者你可以直接退出 我要推荐给你的第六款工具叫做Doni 无论是YouTube、B站、爱奇艺 像这些视频网站上的视频 你只需要把网址复制下来 粘贴到Doni Doni就能替你下来下来 需要指出的是 这款软件是付费的 但是付费真的很值 因为和免费的软件相比 免费的软件经常会出现不灵的情况 而当你一直稳如老狗 第七款工具是GIF Brewery 听名字你就知道它是一款GIF创作工具 我经常使用到的功能就是录制屏幕的GIF 我们可以选择屏幕录制 然后调整一个录制的区域 点击开始录制 录制完成之后 我们选择停止 然后设置一下入点和出点的位置 最后导出来即可 推荐给你的最后一款工具叫做HidenBar 我终于懂到了一款免费无广告 不占用程序屋位置的状态栏图标隐藏工具 它使用起来也特别简单 只要我们按住Common的键 把想隐藏的图标移动到HidenBar的左侧即可 好 以上就是金本声音经常用到的8款Mac神器 强烈推荐给你 希望对你所帮助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不要忘了点赞 关注 转发 那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